那我们已经输出图之后 其实也可以用Subtense 3D Painter来做输出展示 不过这一边的比较不是那么的推荐 毕竟它是在这里面算图 它会得到很多美化的呈现 我们所选择的是Metalic Ravenous Alpha Blender 已经确定有Apa了 我要的是4096的图 然后选择我的模型在哪里 Nemo 开启 好 OK 这个就是我们全部在一起的模型 注意一下 它其实是有分开这几个地方 就是这个是 这个应该这个 这个是哪一个 OK 这个是背后 不是Grow 然后这个就是玻璃 好 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有设定 因为有设 材质ID的材质的关系 所以这三个是不同的 attach的需求 好 那进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删掉 接着 按加 Add Resource 选到我们已经输出的贴图 选到我们已经输出的贴图 PBR 好 那这一堆通通可以进来 其实 High Map 不用了 大概只需要这几张 好 然后开启 OK 然后一样 点点选全部 设定它们是Texture 全部都是Texture 好 然后要放在哪里 放在我的Asset 好 这边 那它将来会存在哪里呢 就会在你的 安装目录里面 这个的安装目录里面 没办法从这里清除 好 然后我就Import进来 会在这里 好 Your Asset 这里 那它也没有办法从这里做 清除的操作 并没有这个选项 好 OK 好 那既然已经进来看到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建立一个Fear Layer Fear Layer其实就是一个材质层 好 它就是一个材质层 你就可以看到底下这边 好 那少什么栏位 Ambl Clutch没有出现 Hi 现在不会用到 所以你可以把它拿掉 或者先暂时关掉 可是我需要Ambl Clutch 那这个要自己加 那在这边呢 自己选择按加 选择Ambl Clutch加进来 这样我们才有这七个栏位可以使用 好 OK 嗯 OK 那开始拖异材质 那我用身体这个来做 呃 说明 哎 嗯 Ambl Clutch 这个 OK 那没关系 反正你用哪一个都没有差别 用哪一个都没差别 好 因为等一下只要设定一个就好了 BaseColor到BaseColor Ambl Clutch到Ambl Clutch 然后 嗯 emission 这个是Metalic Roughness Operity 和Normal OK OK 好 那这个就是 呃 我现在材质应该是上到 不是这个 要开FearLayer 我刚刚材质应该是上到这个 Grow上去 上到Grow的这个上面 就是在它的背后 在它的背后 而且这个是Layer不对 我们都要开Fear 好 都要开一个Fear OK 所以我就在这里再开一次 到Body再开一次 好 好 那再拉一次就好了 OK 那你就会看到 对应的呈现 OK 那全部拉完 就会跟你用 前面那边显示的时候 是一样的 4096的图 好 那该有的都有 好 现在问题来了 这个没有出现 背后当然也没出现 就是背后的Grow 现在还是白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 还要一个Fear 材质给它们 那你要Copy吗 其实不用 不需要再Copy 在这里 在这里呢 点右键 Instance Across Texture Set 就是 在不同的Texture Set 同步使用这颗材质的意思 点选这个项目 点选 BodySource不用勾 这是来源 Glass跟Grow OK 那它就会刺过去 最后一致 好 玻璃也有它的 反射跟凹凸起伏 但是因为我玻璃透明度调太 所以它就会变这个长相 好 那这样子我也可以在这里做输出的展示 好 输出的时候呢 首先第一个我要把背景打开 谁知道我现在用的是哪一个背景 模糊先关掉 OK 现在用的是背景是这个 那 你要不要用这个背景是另一件事 好 要不要打开音 又是另一件事 好 在这边我想要换一下背景 不然这个不好 这在一个小巷子里面 想找一个比较像是 也许Studio或广场类的东西 可能比较适当 还有这个 这个也不太适合 好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做起来会像它 它在空中 比较没办法很 很好的搭在 好 那个展示的位置上面 那我们可以去转图 看看可不可以对到我要的位置 蛮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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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换 应该这个可能好一点 好 一样的 可能就找这个角度做展示的位置 好 那 然后找好 找好 找好 先找好你的 Render的角度 然后转图 OK 好 转图 也许我觉得 放在这个位置不错 这里 好 光线这样子进来 然后 它看起来也有一点像在地上 好 OK 那 然后呢 就要开始做其他的设定了 好 其他设定 好 那设定的时候不需要在这 是我们进入Render 进入Render 在这边 按下这个摄影机的按钮 它会进入Iray的算图 好 那目前的预设的计算的时间是10秒钟 会算完 会有影子 会叠在这个位置上面 那这种呢 我们就要输出两次 一次正面 一次背面 没有办法 因为它就是这个样的设计 那我们输出的大小呢 好 可以按一下Override 我要用19201080 好 一按19201080 甚至于你要正方形也可以 因为我其实不需要10801080就好 两个 刚好可以叠两张 做成一个展示 好 然后呢 嗯 再来就是Iray的设定 这边没有什么特别的参数 它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参数 就是你要算多久 这待会再开 因为一开下去 它就开始算 它就开始算 好 那我们先去设定什么呢 其他的各个项目 摄影机里面呢 再往下捡 好 摄影机 或者你要把它拉出来 先放在这个Iray的上面或下面都可以 好 比方说我放在上面好 那你就这里是背景图 我还是可以更换 这时候还能改 还能调 我还可以调节 我希望的光线方向 好 那 但这里画这里已经 还是可以 做再调节一点点的位置 就是我的观察 视角 和曲的大小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的背景 光线大概要 希望是这个样子 正面亮一点这样子 比较均衡 好 这里面我又重新 在这边调了以后 继续往下卷 往下卷就对 往下卷就会跑到摄影机 好 就慢慢就会跑到摄影机 嗯 然后这里呢有影子的控制 好 影子的控制 要把它挂一点 好 影影的控制强度 好 那大概不需要动它 这边大概都不用动 继续往下走 摄影机的设定 你要不要启动一些摄影机的特殊功能 例如 颜色校正 如果要启动这个打勾 那你要启动颜色校正 颜色校正在这里 可以改 HUGE 强化HUGE 等等的操作 好 那 那这边我大概不动 这个部分 这边要动 所以这关掉 不用 Coloration不用 DOF不用 因为我的场景只有一个物件 不用到做景深 Termap呢 看你要不要启动 它可以让你的画面的曝光度做一些改变 Coloration 我觉得有点灰 可以让它强 曝光度加强 可以调γ值 然后我可以调 不同的 应该说色彩 应该说它的色彩曲线 好 我可以去找 不一样感觉的东西 也许这样是我想要的Render呈现 但这不一定是你最终 我就说在这边 你可以得到很多美化的效果 那可以做视觉上的强化 好 那这边我做了这样的调节以后 我可以去开 glare 就是炫光 好 炫光有没有看到 美化 好 一样是美化的功能 然后 还可以再开暗角 没看到 暗角 好 让边边 就是等于说强化我的视觉中心的那种味道 好 开个暗角 OK 好 那最后的镜头扭曲 这就不要动它了 那没有意义 好 那其他的一些进阶的 反句子等等不要改 那你要不要再增加一些 嗯 调色 好 不管 其他都不用动 其他都不用动 大概不会动到这么下面的东西 大概摄影机 我大概就是动这几个 好 让它视觉上一页开关 这样看起来比较boring 无聊 那这样是不是看起来有戏剧性 其实只是做这件事 好 OK 那 那这次我要了以后 我可以把这关掉 它会跳回去这里 好 那这个画面 看一下 它现在最小取样5 最高取样1000 好 以1000来讲呢 那我们就去设定一件事情 我要用 多久来算这一个画面 比方说分钟 然后设定为30分钟 那30太久了 10分钟就好了 好 那它就会一直跑 跑到这边结束 你就可以按send 好 因为那个quality 就是在那时候达到极限 好 画质 它现在已经跑跑跑到 看样子 一下就到1000了 DOWN 那它现在以这个数值为主 所以 我要再启动 这个要把它调大 好 就是当你这个调很大的时候 它会以时间为第一 就会受限于时间 但是如果时间还没到 这个就到了 它会以这个先到 看样子也不用10分钟了 好 那没关系 我记得快要点 应该就可以 OK 好 那好了 我就把它存档 OK 那 那 就先随便找个地方存 就先随便找个地方存 所以再来要找背后 背后就换角度 也许是这样 那个背景要再转地方 因为现在我要在基本上就是 背景大概要转 180度 好 一样到就是类似 背后是一样的 现在要看到背后是一样的 光线才会一致 然后也许换个视角 来random 好 那用这个样子 也许差不多这个样子 好 它就会一直跑 反正你只要停下来 它就会重新开始击爽 好 这样就再让它一直跑 OK 好 那一样再存档 这个 要跟着它合成 所以我先叫做SP2 好 然后呢 就把这个降低了 不要那么高了 因为 我接下来出的都会缩小 就不需要这么大 大概五一二 我按到TAB键 TAB键会只留画面 好 512 512的大小就够了 那然后呢 就是 细部 就是我们 我在MAX里面 也是在算的这个 细部的呈现 开始做这种 那它因为这个就跑得快多了 一下就好了 你就可以继续存 然后 不同的角度 因为我只用512 所以这个图 虽然看到这里糊糊的 那我在PIN的时候会缩小 就是跟那个 示范图的那一张细节图一样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一样 我可以取很多张 不同的细节 好 然后Render 那当然Iray很快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做这种操作 然后输出 因为又会美化 所以我通常不建议你使用这边做 输出 因为 你在这边输出的东西 不是 你真正要应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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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到 Unity 或者是Max 或者是Maya 或者是Blender 或者是Rare里面去做呈现 而不是这边 OK 那我按一下摄影机 离开这部分 我就不再拼一个 细节图 所以这一个就是我最终的另外一个展示的方式 好 好 感谢观看